纽约华裔警察打死非洲裔男子事件 引起了华人社区不同的反应 有社区领袖和华人团体要求检察官撤销起诉 而另一方面也有民意代表坚持对梁进行起诉 为什么华人社区对梁彼得案有如此分歧的看法呢 接下来临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 请方斌来介绍详细情况 方斌你好 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梁彼得案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好 梁彼得是一个所谓的菜鸟警察 他才工作了18个月 那么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20号 那么27岁的梁彼得当时他和他的搭档警员蓝道 在纽约布罗克林的一座犯罪率很高的楼里面 进行的所谓的垂直巡逻 就是从这个楼梯间从下往上的巡逻 那么当时的条件是这个楼梯间的光线是很暗的 那么他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手电 那么很显然他是开了一枪 究竟这一枪是怎么开的 现在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梁彼得自己向上司交代说是这个手枪走了火 那么子弹是从墙壁上弹出来以后 击中了正在从下面走上来的 这个一位非洲裔的男子28岁的科里 那么正好打中了他的胸部 那么最后他死亡了 那么到了2月11号的时候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检察官 汤普森对他进行了起诉 那么起诉一共是六项罪名 其中最重的是二级过失杀人罪 那么其中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这个检察官是让梁彼得的同僚 蓝道与检方达成了协议 以他提供证词来换取免于起诉 那么许多这个政要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都认为说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 方斌啊 为什么华人社区啊 就是华人对这个梁彼得的案子 就是说是不是起诉他 为什么分歧这么大呢 有人是坚决反对 要求撤销对他的起诉 但是也有华人说是应该起诉 是的 那个认为这个应该起诉他的呢 最主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就是一位共和党人的这个商人 他也曾经出来竞选过公职 那么这个叫任伯年 那么他认为呢 就是说梁彼得案发生的这个背景啊 正好是美国发生了这个两名白人警察 在密苏里的佛克森和那个史泰登岛 开枪打死和索猴乐死了这个两名黑人 从而引发了呢 全美的这个反警察暴力 反警察歧视执法的浪潮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这个对梁彼得的这个起诉 一个意外的一个一个枪击事件的起诉呢 他们认为呢是司法当局为了平息这个非洲一社区的怒气 不敢得罪白人而拿华裔警察开刀 这样一种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处置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代表人物呢 是这个纽约下城区的这个市议员陈倩文 那么中国城呢 正好是在他的这个辖区之内 那他认为呢 就是说 这个首先是公平而不是族裔 那么你作为一个警员 你这个一个无辜的这个黑人 被你这个 由于你的疏忽 这个而置于死命 那么你应该要负起责任 那么他而且他认为呢 说我虽然是一个这个民意代表 是在中国城这个这个选出来 但是并不是因为我是华人 所以我才当了议员 我应该对这个辖区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族裔都来负责 所以呢这种意见的分歧呢 就就非常的尖锐 方明我们最后再简单说说 就是在这一个事件当中啊 社交媒体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啊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实际上社区的媒体 好像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呢 都还是非常谨慎的 是的 社交媒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网站上面的 这个请愿的人数啊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下已经超过12万了 那么大部这个据这个发起请愿的呢 是这个洛杉矶的一个亚裔的这个权益平等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呢 有55个微信群 通过这个微信群呢 可以说这个12万的这个请愿人里面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上个周末 也就是在两三天的时间里面 这么一下子这个增加起来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微信社交媒体起的作用是非常的大 那同时呢 这个社区的这个地方的媒体 中文媒体之所以谨慎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华裔社区有不同的意见 两方面的都有相当强烈的诉求 因此呢 他们在报道的时候呢 就相对比较谨慎 但是在社交媒体这个动员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有些这个用词啊 很显然它是对美国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 是不够了解的 比方说 有人认为说这个一个人可以签三次名 也有的说这个 这个你只要超过十万 这个检察官就可以撤诉 这个另外这个本身这个在白宫网站上的请愿呢 它这个标题就是说 要求白宫来这个要求这一个明选的检察官撤销他的起诉 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不够专业的 那么除了这个造势 其他的作用呢 我们还有待观察 谢谢方斌 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 拜拜